第1518集 国师宁天涯 东南传来消息 皇家也遭到执法者的侵袭 除了远路出来参加天顶盛会的黄霞柳等少数人之外 其他的皇家高端舞者 一个没胜 全部死绝 唯一庆幸的是 皇家终究不是隶属于九大家族 执法者没有对他斩尽杀绝 所以一杆老弱妇孺还都留下来 黄公子手下的高端力量也被划入执法者行列 统一管理指挥 此外东南楚家宣布从此退出江湖 以一种超然的身份存在于平沙岭 与执法者势力遥相呼应 但是除了生活必须 矮事不出 天下一片萧条 由来到中都的众人言语中得知 原本路上江湖人不断 但是经此浩劫之后 竟然一路平安 竟是再也见不到几个江湖人了 执法者清洗天下 针对的目标绝不单单只是清洗九大家族而已 以执法者的情报网来说 天下舞者基本上也没有几个不在情报范畴之中 这次分头出击几乎都是黄级以上的舞者 一个不留 偶有漏网之余 至多也不过就是万中二三 很形象的九牛一毛 所谓侠以武犯禁 武者正是因为拥有武力 才能凌驾于普通人之上 唯有拥有了高深武力 行事才能够肆无忌惮 随意而为 法尊这次发动血洗天下浩劫 所造成的其中的一个后果 就是大大减少了天下舞者的数量 尤其是高端舞者的数量 从而大幅度的减少舞者依仗自身武力 横行无忌的事情发生 也从另一个侧面 形成了另类意义上的指戈 是功是过 也就只好见仁见智了 月灵雪和风雨柔 则率领残余的执法者 先将天下见词归正 然后就会休养生息一段时间 静静地等待大陆上风烟再起 到那时 便是有识之士 揭竿而起 率众建立新国家 新秩序 这个过程当然也是充满血腥的 但是这次血腥过程 却是必要的 更加是必须的 只有等到流血之后 才能有一个个的皇朝处立 从此之后 九大家族主宰九中天的日子 将一去不复返 取而代之的 那是王朝统治 叶家大院中 在商议这些以后的天下大事 第五清柔和墨天机等人 都有参与 楚阳抱着孩子 与宁天牙悄然地走出来 宁老以后何去何从呢 楚阳有一搭无一搭地问道 老头子 我不准备上去了 宁天牙有些萧索 当初上去 又被大人赶下来 老夫就淡了这份情绪 而且我也知道 老夫这个所谓的天下第一高手 并不能在九重天犬生存 否则又何必让我下来 别人难道就不能做这件事啊 一生中有些事情 有些经历 曾经有过 也就够了 无需强求 强求无益 楚阳了然点头 此老数万年阅历 早已砍破事情 胸中自成沟壑 不置于物 就是有一点啊 我的徒儿清武丫头 以后 你一定要对他好点 等到铁阳成为国君 老夫就在下三天的铁云 当个国师吧 楚阳目瞪口呆 国师 宁天涯 说什么都不敢相信 竟然会出现这种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以宁天涯这等 咸云野鹤的性子 居然要当什么国师 就算谈谈这种 超级不着调的人 突然成了法尊 楚阳也绝不会 如此这般的惊讶 唉 你以为我愿意啊 这是你那个宝贝儿子 塞给我的官职 而且我之所以不上去 也就是要在这下三天 冷眼看着轮回之道 九重天阙有路 人间未必没有 修行者前行之路 未必只有一条啊 楚阳缓缓咀嚼着宁天涯的 最后一句话 突然间感觉到 受益无穷 九重天阙有路 人间未必没有 修行者前行之路 未必只有一条 臭小子 你要跟我商量什么事啊 楚阳反过手 在骑在自己脖子上的 儿子的小屁股上拍了一击 只觉得嫩嫩的 手感大好 忍不住又拍了一下 我来就是想问问爹爹你 听说你的修为 已经达到破碎虚空的标准 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要是你离开了 我娘怎么办呢 小家伙骑在楚阳的脖子上 粉嫩的小腿 荡在楚阳胸前 说出来的话 却是一派小大人口气 条理分明 一刹那间 楚阳就开始头疼起来 关于这件事情 我曾经跟你娘商量过 我也有秘法 可以让你娘迅速提高修为 跟随为父上去 可是你小子距离长大成人 还需要许多时日啊 你娘肩负的铁云国运 万民重任 还舍不得你这个小混蛋 他不愿意离开啊 楚阳可是知道自己这个儿子 人小鬼大 自有自己的一份见解 而且还见解独到 绝不逊色于成年人 所以也就并没有将这小家伙 当成个不懂事的小孩子 想起铁补天的那份坚决 楚阳是真真的头疼至极 在楚阳想来 自己的女人 就应该义无反顾地 跟随在自己身边才是 老师两地分居天地之隔 这算什么事啊 然而铁补天的选择 确实义无反顾地留下 事实竟是如此残酷加狗血 而又超级令人无语到抓狂 我有个办法 不过需要你配合 小家伙叽叽咕咕地一笑 凑近楚阳的耳朵 好啊 妙啊 楚阳眉飞色舞 转头看到宁天牙 眼珠一转 对宁天牙道 宁老 这事说不得 还得麻烦您走一趟啊 宁天牙不由得警惕 干什么啊 你小子不是又踹什么坏呢 宁老你不用这么防备我吧 我就是想你前往下三天一次 把这小子的母亲带上来 一来让他知道儿子下落 放下心来 二来呢 顺便地认祖归宗 这第三嘛 以后的事情 怎么也要商量一下啊 楚阳心里清楚 自己是不能去的 要是自己去了 再下三天盘缓 全无实质意义 说不定 铁补天还有顾虑 不愿意到上三天来 直接让宁天牙 把他带上来 一切事情就在这里解决 那是最好的 有儿子在这儿 以铁补天对孩子的疼爱来说 绝不可能不来 儿子啊 就是那小娘们的命根子啊 宁天牙欣然道 哦 是这样 事不宜迟 我马上动身 你们一家呀 也确实该团聚几日了 如此 有劳宁老了 看着宁天牙 一道流光一般 急速消失 楚阳的心头 也放下了一大半心事 剩下的 就是大家的事情了 小家伙这么一提醒 楚阳却又想起 另外一件事 自己等人一走 大伙的家人又该怎么办呢 孤独行的小妙姐 寂寞的忽颜奥波 谢丹琼的妻子 奥歇云的一众侍妾 各自兄弟的家人 他们怎么安置啊 全都舍弃掉吗 这显然是不可行的 而且没有人会愿意 要是谁这么说的话 估计楚阳就得首先站出来 揍死那个谁 哎 这事还得找大家一起商量 楚阳紧紧地皱起眉头 一时间感觉头打如抖 在没有达到这个层次的时候 根本不会想到这么多 可是现在 却必须要考虑 这事可怎么办呢 咱们这一去 之后想要下来 只怕都不大可能了 要不然 这么多年 为什么也没什么人下来过呀 所以说 带着一起走是必须的 可问题是 怎么才能带上他们一道上去啊 他们的实力明显不够 差得太多了 对呀 再说了 上去之后 一切从最初起步 前路可想而知 步步经济 步步经心啊 生死难关 比九冲天还要多得多 他们貌似连 起码自保的能力都没有啊 已经是深夜了 一干兄弟们 凑在一起商量这件事 一个个绞尽脑汁 却是一筹莫展 毕竟实力乃是硬伤 基本上就是无可解决 一时间 大家都有些羡慕董物商 貌似这个家伙是最轻松的 要不说 憨人有憨福呢 莫泪尔也已经达标 甚至还要超出极限 这两个人是可以无牵无挂的 一道飞升上去了 董物商皱着眉头 苦苦思索 越是老实人 想的就越少 最起码 现在的他压根一点都没有为自己欣喜 也没有松口气的感觉 反而觉得内疚起来 就自己和和美美的上去了 兄弟们却都做不到 那自己也太不是东西了 这事可怎么办呢 董物商想得脸都黑了 一片的长嘘短叹 众人都是无计可施 所有人的目光同时看向墨天机 墨天机终于急了 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呀 难道你们以为我会有什么办法 让他们一夜间都达到破碎虚空的地步 你们真以为我是神仙啊 就算神仙也没这种大能来着 这没困难要上 有困难也要上 没办法也得想办法啊 季末和戒丹琼 傲歇云不依不饶 这一去那可是生离死别啊 最起码几十年不能见面的 等到我们回来 那真不知道啥时候啊 说不定到时候红颜白发 沧海桑田 甚至那就是生离死别啊 要不咱们就都不上去了 坦坦扯着自己的头发 就在这里称王称霸 还有红颜相伴呢 人生何美不过如此吧 你想的美啊 事实很残酷啊 楚洋苦笑一声 咱们现在还没有人来接引 估计已经就是法外开恩了 我判断应该就是有人在刻意的操控 故意的给我们留点时间准备 而且天魔将士 也应该是对咱们的一次历练 要不然法罪那种修为 也早就不应该留在这里了 此外 九重天大陆历来与其他卫面就有不同 别的卫面 只要达到至尊层次就能破碎虚空 可是咱们这儿 却需要达到九品巅峰才能飞升 如今等到我们走了之后 或许这个禁制应该也与别的卫面相同了吧 楚洋皱着眉头分析 越分析越是感觉头大如抖 这都他妈的什么事啊 老天你不是在玩我们吧 我倒有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九节空间里 剑灵弱弱的说道 只不过呢 就算真上去了 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啊 要不 还是不说了吧 楚洋精神一震 到底什么办法 说呀 你倒还拿一把 快说 我当初跟你提到过 咱们这九节空间 不能装活物的 可是现在你已经取得了第八节九节间 能装几个活人进去了 以现在的九节空间来说 就算装个几百人 也都能装进去的 第1518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